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款我自己非常喜欢的APP 就叫创建字幕 然后呢这是我老公自己开发的 通过这个软件呢 我就可以生成一个SRT文件 这个SRT文件是用来做外挂字幕的 有了这个外挂字幕呢 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完成视频的多语言翻译 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创建字幕这个APP如何使用 那么我们点击新建字幕工程 选择语种呢 就是说你要选择视频里的语言的语种 那么我选的是简体中文 然后导入这个视频呢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可以从文件中打开 另外一个是可以从相册中打开 那么我从相册中打开 好 视频已经打开了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APP就开始提取这个视频中的语言 自动生成SRT文件 好了 这个就是程序跑完之后 展开的界面 我们拉动 看底下的这个条 这就是生成的这个字幕 可以一目了然 好 我们点右边上三个点按钮 可以预览一下 这个就是包括有时间户的SRT文件 我们可以看一看 那么我们可以点左下角的分享按钮 把它导入到电脑中或其他设备上 进行一下修改 或者说是上传 上传到这个平台上面都可以使用了 非常棒的一款软件 我希望呢 大家喜欢 很实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